做饭让我吃 然后我妈就是管我 说你别吃了别吃了 就是亲爹亲妈的搭配是这样的 哇 那我现在感觉 现在我感觉胃好像撑起来了 刚才吃的东西好像吓得 就是消化了开始 再抽一个问题 国外有一个反香菜联盟 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为什么要反香菜啊 香菜多好吃啊 我真的觉得香菜就是 香菜不觉得就是 汤里边撒上香菜 整个味道都变得就是 不一样了 我觉得香菜真的 反正我是很爱吃香菜 非常爱吃香菜 哇塞 现在是满脸头心了 再看一个 平时在家 平时在家会和爸爸妈妈喝点吗 有时候会逢年过节呀 然后家里来亲戚呀 这样的都会喝一点 我的问题问完了 大家也可以问我问题 我现在看看 哎呀这个小猫脸多可爱呀 是不是 哎又一个小猫脸 你问我榴莲喜欢什么 嗯我爱吃榴莲酥 但是榴莲的话我不太行 就榴莲酥可以 榴莲酥有一家港式餐厅 榴莲酥也特别的好吃 哎呀忘点榴莲酥了 哦马上又要开始连麦了 进入下一个连麦 哎呀 就下一个连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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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不是刚才断了 太吓人了 真的太吓人了 现在好了吗 我喜欢吃不吃西瓜 我特别喜欢吃西瓜 为什么只有你直播 别人不直播 可能我闲吧 因为 哎 连接吵极了 他没理我 再再发一遍 哦 哦 啊 啊 臭豆腐吃不吃 我我我我我我炸窝头的话 我可以 接受 哈喽 女神 哈喽 你好 哈喽 哇 我喜欢你好久了 谢谢 哇 今天上特别荣幸能跟你连麦 谢谢 你刚刚是来吃饭吗 对我刚刚吃饭 然后他们看我一直吃停不下来所以就是就是中间就把那个饭都给撤走了 其实可以给我一盒压薄让我继续吃的是不是 对 对吃点 对吃点 对吃不胖的体质 没有没有我是吃的胖体质就是就是今天不是直播嘛然后那个人旁边干着急也管不了 你跟我一样我也是特别喜欢吃东西 特别爱吃美食 特别爱吃美食 嗯 好呀没问题 嗯好 那我就先来开个陀佛吧 嗯 长沙 如果如果没有接上怎么办呀 对我们如果过了五秒钟哦不是过十秒吧对五秒太短了咱们就过十秒如果十秒给我接上的话就输了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嗯好那我这边先煎长沙出豆腐 北京卢煮好南京咱咸水鸭北京炒干这行吗 可以可以长沙小龙虾北京烤鸭可以天津麻花北京豆汁 嗯 嗯 德州的那个茶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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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焦圈咸菜丝 嗯 嗯 嗯 北京烤羊肉 嗯 可以啊 嗯 西州的松树鲑鱼 重庆火锅 可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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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的那个大乱村 嗯 嗯 可以一起帮忙想一想 北京炸料面 嗯 嗯 廣州炒河粉算了 嗯 北京打五面 嗯 嗯 真的 一听就是北京人 特别爱北京 所以我喜欢吃的美食都是在北京的 对 特别好 天津呢 狗骨铃包子 哦 天津俠膏 耳朵眼牙膏 崭新哦 肉夹膜也是啊 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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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小面 也很出名啊 小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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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还有什么好吃的 嗯 港式火锅 嗯 嗯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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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那个鸭血粉丝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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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啊 那个 萝卜斯比 嗯 你北京的猪肉混乡馅饺饺饺子 哈哈哈哈 對 全部都是北京的 都是北京美食 我好多都没有吃过 呃 东北那个鸡蛋焯子 东北大烤炖 可以 哎 东北大烤炖我刚刚说过了 不算一下成就算一个 东北酱肘子 嗯 哈哈 我们是杨沙的糖油芭芭 对 忘我 长沙糖油芭芭 北京臭豆腐 北京的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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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北京的臭豆腐 就是王子和臭豆腐 不一样 跟那个炸的不一样 那个是湿打湿的臭 对 我们长沙的臭豆腐很出名的也是 对 臭豆腐很出名 虽然都叫臭豆腐 但估计不是同一个品种 嗯 应该不是吧 对 估计不是 你们那个臭豆腐是真的臭 我们的臭豆腐是真的臭 长沙的臭豆腐 就有的是很香的那种感觉 对 它有闻起来臭 但吃起来是香的 对对对 小虎有经常来长沙 就是穿一家节目的对吧 对 之前录节目的 经常去长沙 然后去吃那个长沙的小虎 各种小虎 特别大 对对对 这个季节真的可以来尝尝 夏天尝尝 是那个小虎 还有口味家 还有那个口味舌 都特别好 对对对 欢迎你来尝尝玩哦 好的 谢谢 好开心 我今天可以跟你一起联伴 只能我当时看那个喉鲜 那时候 特别喜欢你啊 好的 谢谢 谢谢姐姐 需要下一个吗 OK 那我先走了 好的 今天到了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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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真的是聊起美食感觉自己 就是我当我说出那个天津耳朵压高的时候 旁边的工作员都紧了 对 平常我就是一个特别 就是个吃货吧 我不光喜欢吃我还喜欢做 就经常会在抖音上面一直在看 就怎么做饭的这些 就是视频啊 短视频啊这样的 特别的爱咖 然后看完就回家自己就开始动手 就真敢做 而且我做的东西还非常好吃 其实真的真的很好吃 这么自宽好像也不太好 小小平常之前一直就是 比如像我爸可能做饭遗传有天赋吧 像扁豆焖面呀 炸酱面呀 打鲁面呀 就真的是 这些都非常好吃 我还喜欢刚刚的小猫脸 小猫脸这个挺好看的 没有人给我小猫脸了 快给我个小猫脸吧 来了 真好 我喜欢这个表情 对对对 我平常不知道大家平常吃火锅是怎么蘸料 像我平常吃火锅的时候 我就是就是经常会摆两个料 一个是麻酱的 一个是就是蒜蓉的 但我吃蒜蓉肉的时候就是纯放麻酱 不知道大家都吃什么料 没有人 油碟 麻酱 像我就是吃 比如四川火锅 我就吃那个就是蒜蓉的那个碟 然后吃那个蒜蓉肉就吃麻酱呀 然后可能平常吃什么港式火锅就用一些海鲜酱 没有什么的 但我平常可能就是吃 对我的新戏 马上就是要进组拍摄的是二十不获 然后在里面试验一个美妆博主 但我今天去做的一名就是美食博主 所以可能有点差一个字啊 但是就是差的有点多 不过也算提前体验一把 这种主播的这种感觉 666刷起来 大概就这样 666这个好像是以前的那个 但是有点过时了吧 不知道 我最近呢就是工作可能就是 就是一些 就一些别的事情吧 主要是现在也快放假了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主要最近还要就是准备 进组还有一个就是要宣传 马上就要上映的电影 一个是月班爱丽丝 然后一个是电影图兰朵 现在改名了 改成那个三色灼破迷重生 哎呀这小猫鸟 我好喜欢这个小猫鸟 真的特别的 这墨镜又来了 真的是 谢谢 谢谢 啊 雪妹娘 雪妹娘 是那个 就那个 是不是裹着糯米里边带馅的那个 哦 这个也特别的好吃 我在我在看那个 那个网红奥利奥那个雪妹娘 我准备到时候回头 自己就是 在家尝试的做一下 然后前几天还看到那个 有一个就是 专门就是做各种各种小方 什么 什么牛奶小方 然后这个小方 那个小方 我准备到时候做一个那个 他们让我做那个什么 摆 百利天小方 或者做巧克力小方 嗯 感觉还不错 下次可以分享一下 什么星座吗 处女座 几岁了 葡萄花十二 哈哈哈 嗯 哦 对了 啊 一会儿呢 还要再连埋一个主播 然后大家一起做做参与 进来吧 喜欢吃火龙果 我 我还是喜欢那个猫脸 因为猫脸我可以看到我自己 这个墨镜 我都不认识我 哎 都来了一个墨镜 我可以给自己刷猫脸吗 就一直给自己刷猫脸 什么口味的冰激凌 我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冰激凌 其实我平常不是很爱吃甜食 但是就是 巧克力是可以的 麻辣烫 麻辣烫也爱吃啊 麻辣烫 冒菜 鸭血粉丝通 酸辣粉 我都爱吃